水保署與農科院帶來的歷史照片 加值營養 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我們水保署的歷史影像平台 歷史影像平台從我們2015年開始進行歷史吐殺災害照片募集活動到現在 已經收集了將近50年的影像資料 那在這個歷史影像平台上面我們可以透過影像標籤進行API借接 然後也有像是批次定位小功能 然後還有跟外界合作wikidata專案等等 那我們從2015年開始進行歷史影像平台到現在已經快10年的時間了 其實這個歷史影像平台可以說是一個影像數位點藏的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呢不只是仰賴公布 我們很大影像很大一部分的影像提供者 其實都是來自於個人跟一些NGO組織 那我們希望這個影像平台其實可以成為資料加值啊 資料視覺化甚至是外界如果要再做教育應用方面 可以是一個很好的素材 那我們台灣其實發生過很多災害事件像是921地震啊 然後2009年的莫拉克颱風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你描述那個地點 它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的記憶在經過長時間之後會有點沒有辦法描述的那麼詳細 對像是這個明巴克盧橋在高雄的這個橋 然後它不斷的被衝回再重建再衝回的過程 其實我們可能沒有辦法詳細的記得這個時間點 但是呢影像記憶是可以被保存下來的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影像的記憶來跟可能2000年之後出生的年輕人說一些 可能921或是一些當初他們還沒出生時候發生的災難的當時候發生的光景這樣 那這個是大家可以點進去我們歷史影像平台的這個畫面 我們從這個平台的其他功能啊也可以看到 也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水手傳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手邊有很多影像想要分享的話 我們有這個影像分享的影像上傳的功能非常簡單 那如果你的手機是有定位功能的話 基本上影像相關的資訊都會自動改入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影像授權方式進行授權 那我們這個平台上面其實蠻多的影像都是來自於關心環境的科技院導演跟慈激基金會 那也歡迎大家提供影像 那如果你對影像提供沒有那麼有興趣的話 我們其實也有一些影像的任務可以歡迎你來解鎖 像是你可以點進去裡面的任務 那如果我發現你對於這個照片非常熟悉 非常確定他拍攝的地點以及拍攝方向的話 我們也非常歡迎大家幫我們來進行這個照片的定位 好那以上就是我對於歷史影像平台簡單的介紹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可以來跟我們請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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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